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堂多子 就是一间教会有多个堂子 以前教会植堂、建植分堂 从起初就要分堂独立运作 兼顾牧羊和堂子里面 资源分堂的市 六年之后 他们更加要经济独立 在一堂多子的政策下 堂子就不一定要独立 反而各堂子之间无分理我 以至教会能够共享资源 做更有效的调配 假如欣福堂不实行一堂多子 我们的发展 就会因为饱和而停滞不迟 阻碍我们继续成长 另一方面 欣福的资源也难以有效地 分配到社区和有需要的群体里面 不一定的 教会将会优先考虑借用学校和机构 既然租用合议 面积较大 租金有稳定的地方做堂子 如果不符合上述的条件 才会考虑购买堂子的 教会增长要在质量和堂子三方面都不受限制 过于集中人手和资源将会剥夺肢体成长 和兼任带领性侍奉方位的机会 尤其建立好像堂主任 执事 长老 部门主管等等 独当一面的领袖 以至教会将会难以成全 我们相信 一堂多子的成功 是在于建立人 就是培育人 有造主门徒的灵性 长远来说 我们期望殷福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常做准备 有一种预备随时能够接受差遣的文化 作为殷福堂的一份子 你可以从祷告开始 一 请你为殷福的健康发展祈祷 二 为了自己的成长祈祷 盼望自己曾接受过的装备 可以用在建立门徒上面 第三 参与在不同堂子的侍奉项目 第四 参与为一堂多子的奉献 最后第五 就是随时预备自己 参与建立新的堂子 团契可以培育敬拜队 三福队长 栽培园 组长 执事 导师助手 儿童和青少导师等 为他们开拓 在现有堂子 做项目性服务的机会 等到时机成熟 他们就可以被差派 去到新的堂子了 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